現在AI風潮興起 西班牙卻傳出有AI性犯罪 將近30名的少女遭到道徒 生成AI裸照 散播在網路上 導致身心受創 警方目前查到至少 11名的少年涉案 但是歐洲還沒有具體的法規 來規範AI 加上涉案人都沒有滿14歲 恐怕是不會受到刑事的懲處 西班牙南方一處小鎮 最近傳出AI性犯罪 有28名少女遭盜用 社群媒體日常照片 經由AI軟體生成 大量裸照散播出去 導致身心飽受煎熬 有人還嚇得不敢出門 目前檢警單位正在調查中 已查出至少11名少年涉案 警方推測他們在這個夏天 就已經開始製造假裸照 通過通訊軟體 華致臺判Telegram 將照片傳播各處 並敲詐受害者 然而由於涉案人都未滿14歲 可能不會受到刑事懲處 且針對製造成人色情圖像 西班牙當前無法可管 只將利用未成年素材製作的內容 視為兒童色情刊物 更別提缺乏與AI相關的法規 儘管受害少女家長組成自救會 追蹤後續問題 現階段仍無法得知 有多少人握有這些假裸照 他們擔憂照片會被上傳到色情網站 對少女的身心狀況 將造成負面影響 公視新聞兩眼編譯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